我會示範你們的畫面 現在,我們必須看,這個數字是甚麼 有不同的解釋 有很多文章 在這個數字裡 我當然不能告訴你們 這個數字是甚麼 因為我沒有知道 但我會告訴你 不同的教授 不同的教授 古今的教授 他們的分析 你們自己看來說 但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古今的教授 他們的分析 然後你們自己看來說 但其實 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 一件事 基督徒 研究神 而不是研究魔鬼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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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方面 特別有興趣 去研究 666 禮基督 魔鬼 撒旦 甚至他 超越 去認識神的那一部分 甚至 甚至他們 過於研究 這方面 反而會造成他們 精神上的問題 所以 有三個主要的不同的理論 關於這方面的理論 關於666 最初的理論 第一次 是 所謂的 所謂的 Gematria 或 Gematria 就像 Gematria 因為 聖人 他們 把數字 放在 文字 所以 每個名字 都 有 特別的數字 會 他們有一個Gematria 這一個就是 他們的字 的字母 會代表的代號 這是其中的一種解釋 但是 我們會說 這些事情 其實 會看到 非常有趣的 事情 它是一種象徵的意識, 跟數字沒有很大的關聯。 我先從這個象徵的意義開始。 這個象徵意義是我們先從6開始來講的。 你知道在哪一個數字在寫字路常常出現嗎? 那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數字。 那6,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數字,它好像缺少了一些。 所以顯示不是總字都很好的。 比如說,如果我們走到1 Samuel, 17.4 那我們這邊講到哥利亞,它是多高呢? 6,對嗎? 3公尺 是的,但是你看,如果我們看到這個詞文字, 你知不知道, 是的,但是你看, 你知不知道, 很多中國人失敗這些東西, 他們失敗很多東西。 OK,讓我看看, 什麼是這個? 哪裡是這個數字? 3公尺 你看這裡,6 你看這裡,這裡有一個翻譯。 OK, 當我觸摸這裡, 你看看什麼它說? 你看這個數字6,這裡 你會看到,6,對嗎? 6,對嗎? 是的 所以,在中文, Sang Gongzi Sang Gongzi OK, Gongzi 是的, 怎麼是這個Gongzi? 你會看到, 300公尺 對 200公尺 對 因為他們可能知道, 他們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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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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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ug 現在讓我們看看丹利爾 多麼大了 你知不知道 這個印象 他們應該 在那裡 的王爺 那裡 多麼大 所以我們看到 他這邊又寬三公尺 他這邊也是一樣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中文又把它 換出來 Leo 這裡是6 但是我們已經看了整個長時間 對 所以這樣就失去它的原來意思 這裡 哪裡是6 因為我忘了 6 哪裡是6 60 這裡是60 但是這裡是6 對 66現在 對 現在 66 對 這也不是很好的數字 對 不是很好的數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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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看 中文已經都把它換算出來 你已經看不出它的含義 但是 在原文 它是一個高 是60 然後寬是6 那所以這邊就出現 66 那所以中文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數字在偶像 那所以中文完全看不到這樣的數字在偶像 然後 後來它變得很富有 然後 然後 後來它變得很富有 然後 後來它變得很富有 它是最高的 他在最高的力量 然後 後來它被人們取了很多錢 然後 然後 然後他變得非常豐富,很豐富。 後來我們叫佛羅門王, 後來一般的女王來, 他向人民收取了很多稅金, 然後他成了很有錢,很有能力, 最後怎樣呢? 後來他變得很驕傲, 然後他擁有很多的女人, 然後他失去一個生命。 他給了這個女人多少錢呢? 我們會看到現在一旦, OK,這裡,1 Kings, 10-14, 這裡, 每年他每年收多少呢? 金子重兩萬三千公斤。 對,但他已經拿了六千公斤。 所以你看,這邊又快帥了, 那他是收了六百六十六, 看來這裡, 六千公斤, 六千公斤, 六千公斤,對嗎? 所以他每年獲得的金子是六百六十六, 他連得。 所以他每年獲得的金子是六百六十六, 他連得。 好,來看一看另一個人。 這裡, OK, 可能我們可以消費 我們可以消費 這個人的金子。 這裡, OK, 來看另一個人。 這裡, 我們把這個聖誡, 這裡。 這裡說多少錢? 666, 他連得。 這是更正確的。 OK, 這是更正確的。 OK, 我們來看另一個別的東西。 你還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 在 Ezra, 在這裡的書籍, 在 Ezra, 在這裡, 當他們回來了從 Babylon, 他記錄了 那些人們, 他們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聖誡子》 的安東方。 這裡。 這是更正確的。 多少人? 因為每一個民族, 你知不知道, 不是一個民族, 他們是家庭。 他們有很多家庭。 OK, 所以書籍說, 多少人他們有? 在這裡。 他在這邊講說, 耶穌的子孫有66人。 對,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這個文字, 《安東方。 這裡。 等一下, 這裡。 不,不,不, 這裡。 OK, 《安東方。 OK, 這裡。 但是, 如果你看到這裡, 我們看, 來這裡, 來, 加速。 《西方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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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藝術》, 他們的名字, 是《西方的藝術》。 这个是犹大,有希伯来文的词典 这个是圣诞约140,为佳人,Adonicam LORD OF RISING 所以,你们知道 LORD OF RISING 是再次接到666 所以这个词也跟666有连结 所以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 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东西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也看到 他们也看到 他们有些数字 在他们的名字 如果我们看到这里 我会看到一个更多 我会看到一个更多的窗户 OK 我会看到这些数字 来看看 LX OK Numbers1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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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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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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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你记得如果你是宇宙人 你可以享受这个奴隶多少年 六 然后在七年 他是自由 你记得吗 我们可以看到在 Exodus Exodos here Exodos 21.2 Exodos 2.2 Exodos 2.2 Exodos 2.4 Exodos 2.6 Exodos 2.6 所以我們知道, 就像猛鬼撒旦,他多少年可以,他就做固定的時間,他不可以永遠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樣子。 所以,從一個角度看來,他的名字又是愚蠢,因為他認為他有權柄,但他沒有。 那他的名字也是可笑的,他以為他自己有權柄,事實上是沒有的。 而且,你也知道這裡,有些不同的事情。 現在,在當時, 巴比隆人們,他們破壞了聖堡, 它是6個月,6個月,6個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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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 那,有點接近666。 所以,從什麼看來,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是一個不好的數字。 所以,這邊可以讓我們可以感受到,6,這個數字是一個不好的數字。 如果我们也看到,在古代人们,我会来到这里,不这一边,不这一边,不这一边, I will go to the, wait a minute, where are the programs here, oh, yes, I want to show to you some photographs.